大家好我是NWA1 今天要帶來的是聯盟戰棋 10.17版本的 九妖精戰士卡特純爽局 這一局的話會大家看到就是 九妖在加強之後的卡特 那是有多麼的強悍 不過這局的話算是 天狐的賽狗局 就比較沒有去被 教學的 異議 但 很久沒出這種爽局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 要做一下 畢竟 老是做 質量講野局其實 他也沒有到那麼的需要 那先開始我們的陣片 這局比較有趣的是有個觀眾 天助勇者在他開場 是掉了一個惡心的尼拉 他在很糾結到底應該要 有這個尼拉還是要選擇 賣掉這個 尼拉 那像我這一局的話 因為 我這個轉職已經開出了妖精加戰士轉 所以我無可避免 我一定是要去往這個 卡特那邊去做靠近的 但就是要不要順手去賭這個尼拉 跟阿卡莉就是可以去思考的 那這一局的話呢 可以看到我們還是使用了 就是到3-1不啟動 那選擇在 3-2 6等稍微看一下章數 看完再決定說到底要不要去玩這個 兩倍的獨狗 那像這一局啊 因為錢是比較多的 可以看到在這裡我是其實可以按 直接按6等 但我沒有去按 還是要防一手這個 黃金任務 因為 反正我這邊DVD都不影響 我的這個勝敗關係 那能贏當然是最好不能贏也沒有關係 那阿一這也是直接給了 如果 這把如果我不賭 我後面還可以選擇去做菲歐拉 那因為這把卡特對來講有點太重要了 所以我選擇拿這個 憲力團隊 因為我怕 有同行的情況下 我有可能會抽不到這個卡特 那這邊在6等我小抽了兩下之後 我感覺這個狀況不太對 所以我就沒有打算繼續抽了 因為我感覺 這一局似乎不是兩倍獨狗局 繼續打下去感覺會出了命 所以這邊開始要 要黃這個7等去D 6戰士為主 然後等下看看選秀會有什麼東西 因為這局是有人在拿卡特打工的 算是有兩家 也不算同行 他們就是需要用戰士的裝備去做過渡 那所以你這邊 硬D的話 其實不會是一個太好的下場 所以就沒打算繼續D了 因為 在這局裡面 以剛才當初來講 其實我只能養得起一隻卡特 而且我也只需要養一隻卡特極特 那這邊就決定說在 野怪這裡先做一個 高藥精的過渡 那這也是防止說 等一下 如果真的沒有高戰士 那我至少先高藥精 在打工保險的力上會相對來得好一點 那也是因為我們有在留這個高藥精的舉動 讓我們在選秀的時候決定選下這個鏟子 那通過這把鏟子能決定這把是高藥精卡特 可能不是高戰士卡特 那打到這邊的話應該算是比較重點的思路分析 也是可能 一般人跟我們這場玩的也會有差異的地方 因為 這局如果你撞 撞下去硬堵的話 大概率是會 直接沒分喔 那我們這裡有靈活的去決定玩高藥精卡特的嘗試 剛好讓我們 規避掉了就是說可能會硬堵堵不到任何東西的一個狀況 那這樣子也會比較符合這把情況 我們就卡7的曼比卡特就可以了 那二飛那樣子賭狗就隨便 那有就有 沒有就算了 那這個版本的三星卡特震動能力還是非常強悍的 然後 這一局也是因為有轉職啊 如果沒有兩個轉職 其實應該也不太會去 拚九藥精 那這個版本如果你有妖精轉 衝個九藥還是不錯的 畢竟 妖精轉的這個九藥皇冠 被 buff了蠻多傷害的 原本的傷害才加15% 現在給到50% 然後配上這個 三星的卡特 幾乎可以就是毀天滅地 秒殺對方後排的存在 那也是這一局讓我玩到了這個旋風卡特 所以 給大家來做一起這個影片分享 那畢竟九藥精卡特其實還真的沒那麼容易玩到 而且平常來講呢 如果你有辦法裸充九藥精的局 在沒有假人的情況下 因為你要考慮上九 上九這個問題呢 也會變成大家比較頭痛的一個點 因為你沒有假人你要上九 那你又要賭三星塔特 其實 就是要很順的天滅局才能夠去做到 那奮鬥越高的局越難去打到那樣的情況 你要低三倍如果要能上九 這不太現實 通常是三倍如果賭到了 那你可能就是八等 然後沿途慢慢滅 那 在這個 中間做過渡 所以這把的戰士加妖精 算是開得真的非常好 那也還好 沒有被這個兩塊錢的六戰士給蒙蔽 因為 戰士在之前版本太過強力嘛 大家可能就是會直接被這個 戰士轉給蒙蔽了雙眼 還好這局是沒有被他 給那個騙到 那打到這裡的話呢 接下來是尋常的 這個卡7等 慢慢去低卡 因為這裡就沒有必要說 一回合抽太多還是怎麼樣的 不過這邊比較慘的是就是 我這裡滴了那麼多結果居然有滴不到 第二隻的二星塔特 我只要直接用小妮可去捏了 所以其實這局說 天狐局好像也沒到那麼天狐 畢竟 這邊都慘到要用 小妮可幫去捏一個二星塔特來玩了 好像其實也沒過那麼舒服 所以這邊的決策也是很果斷 因為4-1開始你不出二星塔特你的這個 扣血會太重 所以我們這邊只好先去出這個 小妮可先用掉 因為你現在不用 那你這個卡特的這個質量 真的會讓你的整場強度差太多 所以不太能不用 不過這把運氣比較好的點在於 雖然我沒有抽出二星卡特 但是我抽出了二星關 但是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也是就是說 這裡比較可惜的點在 我們雖然有二星關 但我們已經沒有多餘的裝備去養關了 那這裡有在思考 是不是先上6-1精把試戰士給下掉 其實這邊可以再果斷一點 因為優雅精這邊太少碰了 所以 有點糾結了一下 那這邊理論上來講 應該是6-1精 試戰士會來得更強一些 那隨身掛個保護的 羈絆 這樣子會來得更好 對這邊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其實把的這個 輔助甲的魔像開得非常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這局的輔助甲的魔像開的是這個劣勢美德 那剛好 你在玩 這個妖精的時候 其實妖精的 這個高妖精血量是非常多的 那這邊忘了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覺得這個甲也猜的算是非常的漂亮 因為我猜應該蠻多人會忘記就是說 妖精會給血量這件事情 那會給血量這件事情其實 是還蠻 關鍵的 這也是為什麼前期妖精打工 是一個蠻強力的羈絆的原因 那妖精的話我還是建議大家如果 要玩妖精就只有選擇2跟9 不要有中間的想要說什麼 6-1精過度滑水 那個 有一點點的不太現實 當然你要玩也行 只是就是 通常沒那麼好 所以大家記得 千萬如果能不要裸充6-1 就盡量不要裸充6-1 最好是看到有轉值了 那有一個 夢想的上限 就是有機會開出這個 6-1精 那才考慮往妖精這邊走 好吧 那這局可見到了 真的低的沒有想像中那麼的舒服 這張節也是憑藉著這個 購度的妖精轉 那質量是勉勉強強維持在中間 才滑過去的 不然其實像這局的這個 卡特這個張術有可能 你心 就是你沒有那麼的那個沉得住氣 那在這邊多低了一些 那最後沒有三的話 那可能就暴斃了 不過還好這邊到了五張節之後 是順利有把我們的卡特給低狐 那卡特三星了以後 其實在這局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存在 呃 太大的風險 然後而且我們只需要上到八等 上到八等有米里歐 就可以直接開出9-1精 那沒米里歐的情況下 因為我們又拿到一個轉 所以還是能夠9-1精就根本就完全沒有 差別了然後後面就是碾壓部分就不帶大家看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的9-1精戰士卡特的講解教學 那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最近呢 我們的我們的這個戰棋教學是有一個 優惠活動 因為我弟在北美的比賽拿到冠軍了嘛 那所以跟他有一個優惠活動就是 如果你們有下單我跟我弟的話 那是可以有88折的優惠 那優惠只到這個第2個杯賽開始之前大概是9月中 那如果有需要的觀眾朋友們記得填寫教學表單或者直接吃掉我DC 那以上就是本期的這個9-1精戰士卡特的教學闖局 那希望給大家有幫助 那我是NY1 我們大家下期再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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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if you go to war then i'm going with you you pick up my story and there's nothing i won't do when you sound the alarm and the chaos is rising lead in the judge and i'm dumb and i'm fighting swear on the breath that i breathe i'll never retreat and i'll be your army when your nightmares turn to real life and the ground's filled up with landmines we will face it standing side by side you know i'll come running when you need i'm coming you know i'll come running you go to war then i'm going with you think up my story and there's nothing i won't do when you sound the alarm and the chaos is rising lead in the judge and i'm dumb and i'm fighting swear on the breath that i breathe i'll never retreat and i'll be your army go to war then i'm going with you go to war then i'm going with you go to war then i'm going with yo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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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